为了因应高雄市区铁路地下化 高雄市政府将原本跨越铁路的路桥与地下道 逐一拆除和填平 并且完成阶段性任务 而其中的民族路桥机车道 也将于11月21日进行拆除作业 公务局新工处特别提醒用路人 及早因应好避开永舍路段 11月21号凝晨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民族路桥机车道的拆除 那我们施工的期间是预定10天 新工处表示 由于民族路桥是连接市区到省道的主要道路之一 所以在交通流量上就特别大 公务局就规划保留汽车通行主桥 拆除两侧机车道 而为了避免10天的施工期间 造成七机车增道产生的危险性 公务局也会加派人员引导现场车流 并设置软职交通杆来引导车辆 希望提高行车安全及顺畅度 拆除的过程中 我们会利用两侧的侧车道 拨护一个机车专用道 那在为了避免汽车与机车冲突 让我们会设置的软职交通杆 避免机车误闯到汽车道里面 以维持机车的安全 新工处进一步说明 在10天的民族路桥车道工程师座期间 仅往来民众配合所设置的 临时指挥标志通行 也可以提前参考周边行车动线 避免上下班时间可能带来的交通冲击 记者李嘉隆采访报导